歌手陈晓冬1月9日在香港星辰电台宣传将在3月举行的宏馆演唱会 他表示最近正在为歌唱的筹备不停开会相当忙碌 其实陈晓冬这次在香港只开一场演唱会 歌迷们都觉得十分不够 难道真的不会再加场了吗 对 只演一场 第一 我们拿档期比较紧这次 第二就是 其实从来没谈过 对 那就这样吧 可是我在欠的家人票 还欠了有一些 因为这预售它已经完全没票了 完全爆了 然后就是昨天我还有亲戚打电话过来 哎呀 我可不可以要50张票 所以问主办吧 别再问我了 我真的票不是我的 另外陈晓冬在澳门和台北开演唱会时 两个爱女都有上台支持爸爸 那在香港开演唱会 怎么也得叫孩子在上台露一下面了吧 哎 如果想的话大家可以那个 像现场喜哄一下 嗯 喜哄一下 那我就把他们 请他们上台表演啊 打救一下爸爸 不错吧 另外 话说陈晓冬 你会不会在表演期间 修一下结实的肌肉呢 这可是现在很多歌手开歌唱时 都必备的环节呢 我怕我整个人冷得缩起来 全站起来不太好意思 有点冷 太做了吧 你看我情歌那么多 对吧 唱情歌唱到一半人脱衣服 这不太对 对吧 所以 看看编排 看编排 没有太刻意的这些 某方全媒香港报道